Hello 大家好 我是Fiona Sorry 我的聲音還未好了 還在病 不過我有些東西很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照顧一下 不理了 不過無意思要大家忍受我的聲音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像我一樣 跟15-18個歌曲以上的同事一起做事 你會不會覺得很有趣呢 我之前也有說過 我在這間醫院工作 我粗略數過 我的病房裡有15-18個不同國籍的同事 除了澳洲和我香港人 還有什麼國籍呢 我數給你們聽一下 韓國 泰國 紐窩 中國 台灣 尼泊爾 菲律賓 阿根廷 克羅地亞 菲製 哥倫比亞 愛爾蘭 新加坡 希臘 印尼 還有幾個同事是美國 日本 埃及 除了這些同事之外 我還有一些病人也有不同國籍 有 俄羅斯 意大利 印度 伊拉克 伊朗 巴基斯坦 和 尼泊爾國 大概 比較記得我見過的病人 是這樣的 但是 有沒有這麼誇張的 如果要計我一天 大概早上和下午 看到的護士會有 11-12個護士 如果一天 全部都是不同國籍 那我就有 12個不同國籍的護士 我們一起做事 所以都 挺開心的 又很精彩 但是 開心呢 之前 我呢 頭半年來做事 是辛苦的 因為 我一來的時候 如果相對於 在香港的經驗呢 這裡實在有很多不同國籍 那時候在香港呢 我也有說過 我在私家醫院做事 那所以呢 都 有不同國籍的護士 但是 沒有這裡這麼精彩 那麼多 那 只有英國 馬來西亞 或者加拿大 幾個 那 但是 這裡就很不同 這裡就是 很多 那 一開始的時候 來做事呢 就因為口音 AXA的問題 有時候我會聽 不是很明白同事說什麼 那 變成交間的時候 有時候就 看著 就 有一點點餓了 這樣 但是 始終已經不再是 這樣 出來讀書 人家不會就你 人家一說就會去 那 我又 又跟著這樣 那 試過都有交間 就很尷尬 你眼看我眼 因為 如果呢 一緊張 我又再說得壞一點 他又聽不明白 我又有個習慣 就是我想了中文 先 再說出來 英文就隔了一層 就很慢 那當然現在好了 那 我就相信呢 成長呢 就是 在困難 所以呢 我在 頭幾個月呢 就開始 大概 三四個月呢 就開始 明白了 就是聽得明白 他們的 發音呢 那 整件事就好很多 但是明白了一件事就是 首先呢 困難的克服 跟著呢 快樂就會隨之以來的了 那就是什麼呢 當 跟同事熟了 那 大家呢 開始聊天 有時吹下水 吃飯的時候也好 放工的時候也好 總之休息也好 有時開派對也好 那就是聊天 聊天的時候呢 就會了解多了不同國籍的人 的文化 有趣的事 嗯 還有他們生活的東西 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有些同事 有些同事對我很好 例如有希臘同事會 會專門去買 Rice Poutine 一個甜品給我 那他告訴我 那些是希臘人自己 家製的 那吃過之後 我真的很喜歡吃 那他告訴我 那我下次可以在哪裡買 那我有個 阿根廷的同事 是很好人 很nice 那我 因為很喜歡去 那有時候如果我去到亞洲店 我就會買些紅棗茶給他喝 那起初我都不知道怎麼告訴他 紅棗茶是什麼 那我又盡量解釋 他是給我女人好的 給我皮膚 面色好的 那他喜歡喝 之後呢 我就有空就買給他喝 那又教識了他喝人心茶 那還有 那還有一些韓國同事 嗯 他呢 是媽媽來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說好的師奶 就是很喜歡去聊 有什麼食物 好吃零食 有些什麼韓國的餐廳 那他又介紹我烤肉 我吃的 很好吃 我介紹我 我馬來西亞的朋友 帶回去 他們說是很好吃 那 又會跟我 就是 交換一下什麼 煮飯的時候 那些 廚具 或者煮食的方法 那 那有時候都很開心 那 那 除此之外呢 尤其是開派對 一開派對 那 大家同事呢 就會帶食物 那 那 那 你又有機會會試到 不同 國籍的人的特別的食物 那 例如 我很記得是尼泊爾 或者菲仔的同事呢 他們煮的咖喱 是很好吃的 泰國的同事呢 他媽媽會煮那個 泰國的炒飯 那個同事都說 很棒 到 想叫他媽媽去做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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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會煮他們特別的粉絲 我吃過之後呢 嗯 香港沒有這樣的煮法 又很好吃 那 遲些呢 又會開聖誕派對 差不多 可能過了兩個禮拜 就 又來了 那我決定 今次試下做這個 芒果河粉 我從來沒有 做過 食物的 因為我是 不懂得煮那麼多人的食物 但是我的同事他們全部都很好吃 他說 我煮不到那麼多人的份量 就煮兩三個人的份量 總之就帶回來分享 那所以其實 嗯 所以其實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跟那麼多個 不同國籍的同事 一起做事 是極度極度開心 而且很幸福 因為我自己的病房的同事 差不多個個都很好吃 很友善 那所以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那 那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 那麼大家 也許會記得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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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